一楼满足味蕾的渴望,二楼负责精神上的治愈。 在昆明市区,一家猫咪主题餐厅喵心喵厨获得了不少市民的青睐。 近日,记者探访该店,用镜头记录下店主彭玉页与猫的不解支援。 走进喵心喵厨,到处充满了猫的元素。 照片,壁画桩点下,餐厅整洁干净,上下两层将就餐区和撸猫区分开。 在该店消费一定金额,换鞋,消毒后就可以上二楼和猫玩耍。 猫疤的话呢,人家给了一个名字叫做第三空间。 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,它有很大的治愈的功能嘛。 因为现在年轻人有很多压力,然后也有很多没办法跟父母说的, 也有很多没办法跟单位上的同事说的。 所以可以来到这里的话呢,你可以对这些小动物说。 在该猫咪主题餐厅,有阿比西尼亚埃及猫、曼基康矮角猫、东方短猫猫等17个品种的猫,共70只。 据介绍,店主彭于叶和女儿都比较喜欢猫,在生活中也救助和购买了不少。 于是,它渐渐地有了开宠物主题餐厅的想法,目的是与更多的人一同分享这份特殊的缘分。 希望它们能了解这些猫猫,这些小动物,就是说爱护它们,也希望了解很多猫的知识。 年轻人都喜欢撸猫嘛,一个是缓解一下,生活中的鸭的鸭,什么带来跟小动物在一起,带来很愉悦的感觉。 在经营中,彭于叶感觉猫咪餐厅比其他餐厅投入的精力更多,不仅设计菜品,研究经营模式,还要时刻照顾猫咪的精神状态。 但彭于叶表示,再辛苦也值得。 照顾起它们来就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,所以我们每天花在它们身上的时间差不多有十几个小时。 家里现在还有十几个小猫猫,它们还没有长大,没有做完疫苗,还不可以来。 在未来,彭于叶还将继续救助流浪猫,它希望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领养这些小动物,给它们一个温暖的家。 更多精彩,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